你的意思是说 你考虑来考虑去 还是决定跟张水生这么过下去 是这意思吗 宛容 姐 水生她变了 她现在对我可好了 不打我也不骂我 她给我买了新衣服和新戒指 她说她要好好跟我过一辈子 是吗 她变化这么大 没骗你 姐 真没骗你 你带我去丰山的那一阵 她说她觉得我对她好 别说我了 说说你 反贪局一直盯着你吗 方大庆 副局长的职务被免掉之后 他们人都撤了 还是老领导齐高一招啊 羊汤指费不如府邸冲心 他们现在自顾不暇 也就顾不上我了 这叫借力打力 秦贼秦王 以前我都说过了 如果对方不识相 就坚决摧毁 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不能心思手软 老领导高瞻远瞩啊 崔鹏虽然死了 但是她的事并没有完 听说检察院抓住 她在四季乡 开发盖尔夫球场的事不放 如果再这么查下去的话 金雷和她的朋友们都会受到牵连 我呢一直不同意金雷做生意 环保局上班不挺好的 一定要下海 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生意人 还搞什么高尔夫球场 太招摇了 让人操心哪 老领导 您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吧 生意人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您在国企当领导不也是生意人吗 您不要对生意人有偏见 只要是合法收入 致富光荣嘛 是吧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可以做到其他的 比如说搞棚户区的开发 名声好又可以赚钱 在中国做事呢 首先要考虑影响 不要做出头鸟 不声不响地把钱赚了 那才是高人 您说的在理 但是在商言商做生意满 什么利润高就做什么 棚户区改造和开发盖普球场 不能比啊 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太眨眼的事尽量少做 一旦让媒体盯上 把它无限一放荡 被有过部门一查 没事也得给你查出点事了 小心使得万年船呐 我呢就跟你不一样了 活得多潇洒啊 老婆孩子都在外面 怎么样 最近他们还好吧 他们过得可悠闲呢 现在让他们回来反倒就不习惯了 我想找机会休两天假 出去看看他们 两年都没见孩子了 挺想他们 你想出去啊 我就随便一想啊 我知道现在工作一时走不开 就算是个愿望吧 冯禄啊 你裸官的问题一直有人反应 是我帮你压着 幸亏准备得早 现在这个时候出国不合适了 有人会借敌发挥啊 是啊 领导也不会批准 我知道 我就随便一说 您别当真 为什么不当真 工作那么辛苦 又担心又害怕 是该散散心哪 和家人团聚一下啊 您的意思是 是工作 来 最近 雨天巨团和新加坡 有一个项目要启动 他们希望我过去 参加启动仪式 新加坡我去过很多次了 不愿再折腾 这样 你带队替我去一趟 雨天巨团是国企 你是国资委的领导 业务往来名正言顺嘛 新加坡那地方不错 东西也好吃 到时候 你把老婆孩子接过去 团聚团聚 全当放假了 那边我有朋友 帮你接待 太敢了 坐吧坐吧 客气什么 还是老领导对我关怀啊 在您的手下做事 我累死都愿意 现在啊 国资委的工作不好做了 费力不讨好 什么工作好做呀 我们国企也挺难的 赚多少钱都是国家的 你亏了事实 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领导干部群众都不满意 左官不义啊 您说我们千辛万苦图什么 图的就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图的就是一呼百应的这种存在感 图的就是几代人衣食无忧 至理名言啊 这是你老公吧 这是他和我女朋友陆立青的照片 你老公背着你 在外边和别的女人亲亲我我 你什么感觉 我看过了 你想怎么样 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一点都不在乎是吧 几张照片什么都说明不了 你可以对感情无所谓 但是他俩有两个案子牵扯到你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说来听听 据我所知 网络骗换案不运出毒品案 你和你的同事是这两个案子的公诉人 而陆立青也是这两个案子的辩护人 没错吧 没错 那你仔细回忆一下 在法庭上 控辩双方制证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啊 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陆立青 早已东西了这一切啊 我实话告诉你 你老公刘文把你的材料都给他陆立青 你女朋友告诉你的 她不仅是我女朋友 我还是她曾经供职的绿石楼的老板 她能对我隐瞒什么呢 律师楼的老板应该多少懂点法吧 你刚才说的那些有证据吗 调查取证是你的办法 你行我不行 我也就帮你到这儿了 我也就帮你到这儿了 为谋取更多利益 刘文从身为检察官的妻子夏静如那儿获取信息 夏静如涉嫌泄密 他们的行为有碍七少分钟 别酿别酿 别酿乱七八糙 晨晨 你信夏处是这样的人吗 我当然不信 你问他们他们信吗 你们信吗 根本不可能 说夏处泄密 打死我也不信 但要说是刘文 那就说不准了 你这话不对啊 姐夫平时对咱们不错对吧 生死过生日 人家还给你买了单 再说了俩人都是干这个公检口的 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我不是说姐夫人不好 有人的直觉吧 反正也说不清楚 对了 你说我们这事跟夏处说吗 我知道了 每个办公室都有 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进来的 让我们干啊 让我们干啊 动作倒挺快啊 去查呗 不是有什么可查呗 这不是典型头 再能相害吗 说您泄密 您要这种人 那我那世界上 还真没有什么可信的人 听说你不信没用啊 必须得查 我得全力配合 开会吧 这可怎么办呢 想想我头都大 夏处说要认真对待 我们也应该重视 你说怎么重视 我就觉得刘文不会做这种事 他平时对咱们也不次 这回肯定是一误会 要不咱俩暗中查查吧 否则夏处没法做人了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就从刘文身上打开缺口 看查出真相 什么办法 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 你和刘文关系那么好 你请他吃饭 他是一定会出来的 我请他吃饭 看来也只有我请他吃饭 不然呢 难道是我请啊 我们上班啊 你出序了 being a man 一定会把人去看 你去看 你送个人去看 你来带个人去看 结果 这个案件 关于一些法律条款的使用 我还不是太清楚了 所以我得向你这个大教授 请教请教 关于法律条款上的事情 有什么不清楚的 我们可以探讨 对了 姐夫啊 还有一件特巧的事 这个辩方律师 就你那得意门上陆立青 怎么又是他呀 这么巧的 我跟你说啊 那陆立青还真的挺厉害的 你可得给小心 是啊 我一听是你那得意门上 我都犯处了 没事 有什么事情啊 你进去找我啊 到那儿探讨吧 行 那我先谢谢你啊 喝一杯酒 来 进来 来 小姐 你找我啊 来来来 坐 刘海勇在香港账户上的钱 终于有下落了 看看这个 香港连政公司传过来的 这是加拿大当局 在调查一笔洗钱案件的时候 发现一笔从香港转来的 大笔资金 当事人名叫陈湘岚 这个人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 入了加拿大国籍 接着往下查 结果发现 这笔钱是从刘海勇香港的账户上转过去的 所以就通知了我们 知道这个陈湘岚是谁吗 冯露的老婆 是那个陈湘岚吗 就是她 五年前她就从单位辞职了 做了全职太太 陪着女儿在加拿大读书 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时候了 这么大一笔钱 怎么来的 这不用问呀 肯定是冯露瘫的呀 赵姐 现在咱们已经有证据了 您看啊 冯露的老婆带着孩子 在国外读书 而且还有了国外的身份 那冯露就是一个裸官呐 裸官怎么可能当国资委的主任呀 这不符合规定啊 有人照着她呀 你想想 这冯露可是有来头的 她当过金民山的秘书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 我马上先上级申请 你要做好准备 随时准备拒布服务 行 我马上去准备 上去做的吧 不啦 我还得赶回去 给下酒屋做晚饭呢 真是让人羡慕 下酒屋居然找了你这么好的老公 哈哈 你那么优秀啊 往后啊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我更棒的男人 在我眼里你就是最棒的 唉 与其找人凑合 那我还不如自己过呢 行了 你就别操心我啦 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最近那个扎一男还在骚扰你吗 这几天没有 我搬家就是为了躲他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要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报警吧 绝对不行 要报警的话他就把视频 发到网上去了 他现在的行为啊 已经涉嫌敲敲敲勒索 你要把他所有发给你的 涉嫌犯罪的短信啊 微信啊都保存好 以防万一 我知道了 那 那我先上去了 开车小心点啊 那你的下车了 开车小心啊 好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戴手机了吧 走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跟上姐吧 好好好 走吧 我去吧 走 走 走 你 我去吧 走 走 哎呀 服务不错呀啊 你个小贱人 你以为你搬了家我就照顾着你 是吗 张一楠 这个月的钱我已经打到你照顾上了 这个月的钱我已经打到你照顾上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不清楚吗 我想你回到我身边啊 当初可是你跟别的女人好上了 是你先背叛的我 你现在还好意思跟我说这种话 你为什么在乎这点事 现在哪个男人身边没有几个女人 那才有面子 我对你好不就行了吗 再说 你的那个刘文 不也是家里边有老婆 在外边还跟你胡搞乱搞吗 你给我闭嘴 不要跟我提刘老师 你不配 你跟谁说话呢 你别给脸表面啊 你信不信我今天弄死你 你弄死我吧 我哪使得弄死你啊 我疼你还来不及呢 你可是我最爱的女人之一 你说见过最恶心最变态的男人 变态 我这还有更变态的 忘了吗 我们可是拍了视频呢 要不然我们俩再重新回味一下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比我还变态啊 我最喜欢那个时候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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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我也发给刘儿一份 她看了 为止了 更爱你呢 要不要 要不要 这你说的不要 是吧 是 那也好 听你啊 不过我现在累了 我现在想洗个澡 你要不要赔我一下啊 赔不赔 看我 修理方式 是 不是 这是怎么了 会到家这么长时间 一句话都没有啊 是不是我哪儿招着你了 你说嘛 你还跟踪我呀 相片不是我拍的 我没那闲工夫 我才也是 那这些个照片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先别管照片从哪儿来的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跟那个陆立青 到底是什么关系 夏静如 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行吗 我现在还是你的老公 不是你的犯罪嫌疑人 你有婚内出轨的嫌疑 我是你老婆 不该问清楚吗 我态度挺好的 应该应该 我和陆立青 可以说就是 简单的师生关系 当然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还 对 复杂一些 怎么个复杂法 他喜欢你 你早知道 那你的态度呢 他呀 其实是一个挺可怜的女儿 从小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长大 我挺同情她的 可是你明知道别人喜欢你的情况下 你还主动地接近她 关心她 照顾她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你也是在给她机会 或者说 你在给自己机会 向她证明你的重要心 由此分析 你也喜欢她 我不想对你撒谎 有的时候我觉得 陆立青比你更要了解我 她温柔体贴 善进人意 懂得去包容男人 跟她在一起 很多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让人舒服 而你 真的有的时候太冷了 冷到这个家里 都毫无生气 你要知道 我是个男人 不管我的位置如何的升迁 我都希望我自己的老婆 对我呵护 对我关照 对我嘘寒问暖 在你发现自己的丈夫 在感情上出了问题以后 你都还可以这么地冷静 我真的希望 你可以像那些个小女人一样 跟我吵跟我娜打我都可以 那证明至少 你为了我失去了理智 我可以来呵护你不是吗 可是你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 你就冷冰冰的上一块石头 让我回到这个家 就觉得是木人 是冷清 可是 陆立青让我感觉到 我是一个男人 我是她的依靠 是啊 陆立青 我ED 我那时候看到你 才知道你 陆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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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立香我洗完了 他会挺想骂人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起码这次你说了真心话 还是要谢谢你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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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别动 喂 贺文 我这次你今天哪儿呢 什么 那你现在 赶紧出来吧 找一个咖啡馆等我 把弟子告诉我 誠 她出什么事了吗 陆丽清说 她的前男友对她恐吓危险 要勒索她 她那前男友叫扎一楠吧 你怎么知道 照片就是她发给我的 她还跟我讲 你会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信息 告诉陆立青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和陆立青在一起 讨论过一些案子 但是没有什么机密 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机密 我能够掌握的材料 无非都是以前的一些经典案例而已 有可能是小陆比较聪明 得到一些启发吧 我会向你们单位的纪委说明情况 你放心 我不会牵累你 陆立青 我洗完了在哪儿呢 陆立青 你聋吗 陆立青 陆立青 你敢罚我 你敢罚我 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正张艺南洗澡的时候 偷跑出来的 刘文 你带我走吧 去哪都行 你带我走吧 李青啊 你这么躲避肯定不行 我觉得 还是报警吧 你还不接上来 好 我最后来 我在这里 前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到底怎么了 你不要叫到这儿来 这 这么半天了一句话也不说 这干嘛呀 出什么事了 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啊 差劲 没有啊 你挺棒的呀 你说句实话呗 是不是冷冰冰的 一点女人味也没有 怎么就冷冰冰的了 你对一个 那个不认识的受害者 还能磨眼泪呢 怎么是会冷冰冰的呢 别骗我了 我不善解人意 不解风情 什么都不是 这些都是谁说的 刘文说的吧 那刘文肯定说气话的 你多好啊 善良 温柔 正直 也不虚伪 别听刘文瞎说 肯定跟你打架了 说气话了 是不是跟刘文打架了 打架的话你别相信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骂他 爹打了 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和别的女的在一块呢 出轨了 不会吧 不是 那女的是谁啊 你怎么发现的 她们俩在哪儿呢 你别问这么多问题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就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 说这事了 我饿了 这有吃的吗 老板 那个 点餐 下属 关于扎一男举报的事情 我们了解清楚了 说 刘文没有泄密 这中间有点误会 什么误会 是这样 院里呢 来了几手的案子 我们就去向刘文请教 刘文在给陆立青上课的时候 陆立青让助手查阅了案卷 没有证据 显示刘文泄密 也就是意味着 下属是清白的 我们现在 可以告扎一男诽谤了 对 我们在了解 刘文泄密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这个扎一男呢 利用不雅视频 对陆立青进行敲诈勒索 现在这个视频 已经传到网上去了 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了 嗯 我知道了 辛苦了 哎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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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我去你们家了 师母跟我说 这段时间已经情绪不好 而且呢 每天都在她那儿住 跟零活的问题还没解决的 我妈还跟你说什么 师母让我劝劝你 让你别老耍小孩脾气 你说你们俩结婚都那么多年了 能有什么事 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事 干嘛呀这是 能过去就过去了 我提醒你啊 这家是家 院里边是院里边 你回家就别那么生硬了 你是个女人 这有些事吧就 该让一步就让一步 你得给人留点面子 听见你没有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好吧 一边有任何情况跟我说一声啊 我也不太好 小孩 despair топ 你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啊 我说你不相信啊 你看你啊 我说你不相信啊 我说你不相信啊 也许在外人看来 我们很合适 也应该很和谐 但实际上 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 确实太不一样了 所以 大家都不是很开心吧 我一直以为 我的付出 可以得到我们俩的幸福 可是 我记得有一次 和方大静在一起吃饭 你笑得那么开心 那么灿烂 但是我的心里特别地难过 我们在一起十年 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那么开心 我是和你说过 我喜欢 陆里青那样的类型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喜欢 像方大静那样的男人 你也希望今天我们俩坦诚相待吧 我必须承认我很欣赏这个人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会很有安全感 这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系 我们俩一起长大 这些你都知道 至于别的 至少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从来没有想过 说回我们自己吧 这些年实话讲 大家都挺压抑的 与其这么勉强 不如 还是分开吧 也许分开 会让我们彼此之间 更好一些 好 好 你以前总开玩笑说 我在感情上后知后觉 但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都很清楚 就是这么多年 你对我的隐忍和包容 谢谢 也替我妈向你当劫 金若 其实 你真的很优秀 很棒 甚至有的时候 我在你面前 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 你是一个各个方面 条件都那么好的人 你说你在我面前觉得渺小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这个妻子当得 实在是太失败了 道姐 这上面对拘留缝录什么态度 我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事情没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向上机汇报了 答复是 查无实据不能传唤 香港联政公署给什么证据了 她老婆陈祥岚 转移了大笔的资金呢 我们能查到的 人家早就想到了 冯禄在三个月前 已经和陈祥岚 办了离婚手续 而且也向组织上汇报了 也就是说 不管陈祥岚出什么事情 都跟冯禄没关系 懂吗 那她这招高啊 未雨绸缪 这一下她连裸瓜都不是了 咱们更没有理由动她了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而且我还有个消息 下周冯禄要率领 燕都雨天集团的一个代表团 去新加坡 参加一个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 这是不是有外逃的可能啊 完全有这种可能 可是 我们现在手里没有证据啊 也不能动它 那我得尽快地找出证据啊 赵姐 我明白应该怎么做了 抓紧吧 老曹和小张啊 在何时 集电影有所所找 以权谋私的行为过程当中呢 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犯罪嫌疑人呀 又非法向海外提供 国家机密的行为 这案子牵扯到了 陈晨的女朋友 田青 没错 这个所长呢 向海外提供的这个国家秘密呢 是向一家咨询公司提供的 这家咨询公司的法人 就是陈晨的女朋友田青 所以我跟你沟通一下 你看这 陈晨知道她女朋友出事了吗 她应该现在不知道吧 所以我来找你啊 你跟陈晨比较熟 你是不是可以 跟她透露一下 安抚一下她的情绪 行 我知道了 你放心 甭管啊 行 那这事交给你了啊 我先放过 焦虑管用吗 坐下 有什么话你给我坐下说 我想等一下 我先放下 冷藏 快小心 快点 散开 想拍吧 是吗 我们快点 来 文文 反贪局当时是怎么发现 田青涉嫌签密的 你把这些都拷贝一下 是在调查陈文斌 贪污案的时候 有完全发现的 嫌疑人陈文斌 是军工企业 飞燕公司产品研发部的主任 据他交代 在 是在 三月七日晚 他前往一家酒店就餐时 随身携带的手提包 在停车场被人抢走 陈文斌随即 向案发地的派出所报案 他在陈述包内误品时 也埋了包内移动硬盘中 含有涉密内容的重大事实 之后陈文斌 也未向所在单位 报告这一突发事件 更没有采取任何 有效的补救措施 在2014年的6月 公安机关抓获了 抢劫陈文斌的人 并起获了上述移动硬盘 陈文斌 打公安机关核实情况时 谎称硬盘中含有的是 商业资料 而此时 硬盘中的涉密文件和资料 已经失控了长达三个月之久 飞燕公司的监察部门 怎么会这么大意 这是严重失职 归根结底 就是保密试差呗 尽管陈文斌 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与境外人员交往密情 但经过有关部门的 认真排查和分析 并没有发现 他向境外情报机构或 间谍人员 故意提供国家机密的证据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外星 你看 卷宗上显示 陈文斌曾用个人 非涉密的计算机处理涉密信息 同时 还连接了国际互联网 经检查 他使用的计算机中有病毒 技术数据表明 计算机上的涉密资料 已被他人通过互联网窃取 同时 有关部门经反复审查鉴定 陈文斌被抢的移动硬盘中 涉及国防武器装备的材料75份 其中 机密级8份 秘密级63份 内部资料似的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太可怕了 陈文斌已经被刑事拘留 并批捕 我们在与陈文斌 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名单中 发现了田青的名字 现有证据表明 田青涉嫌为境外公司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赚钱 我怀疑陈文斌 是被田青拉下手的 他们曾经是情人关系 啊 晨晨遇人不输啊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忙你的去 记得口味下来了吗 田青 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文 你要如实回答 认识黄熙平吗 认识 他是我以前的客户 做什么的 做积电设备的 什么样的积电设备 是代理销售境外军工电子元器件产品的吧 好像是吧 你跟黄熙平 只是业务上的关系吗 我们曾经谈过一段时间 可后来我发现他有家庭 我们就分手了 你的公司平时都做什么样的业务 什么挣钱就做什么呗 黄熙平 把你领入了军品销售的大门 后来你慢慢熟悉了这里边的门道 就从原来的公司辞职 拉走了客户 自己开了公司 也做军品代理销售 是 我就是正常做生意 没做什么违法的事 正常纳税 从不拖欠员工工资 你跟陈文斌的事情怎么解释 我承认 我跟陈文斌 是情人关系 还有经济往来 可我们做生意 一个买一个卖 就这么简单 陈文斌在他的供词当中 曾经提到 他多次让你看过机密文件 他是让我看过一些文件 可我不懂 这跟信密有什么关系啊 陈文斌是局长 在军工企业任职多年 肯定受过保密培训 我就是普通老百姓 我懂什么呀 他让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呗 这也算泄密 田青 你是做军工电子元器件代理生意的 你不知道什么是机密文件 你不懂什么该看 什么不该看 我了解在研军工项目的名称 代号什么的 这都是正常业务的需要 干什么就吆喝什么 这是干我们这行所必须要掌握的 这也算国家机密 如果说是机密 为什么还要买我们的元器件 人家买我们的东西 我自然就要告诉人家这是干什么用的 反正我就是正常做生意 如果说泄密 也是陈文斌泄密 反正我没泄密 行 今天就到这儿吧 但是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 回去好好想想 有什么事还需要跟我们交代 你自己说和我们查出来 我们说你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听得明白吗 夏淑 你说晨晨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呢 她到底有多少个情人 我怎么觉得 她有色情间谍的意思 这个女的可够精明的 是啊 连晨晨都被她玩得团团转 她可真是不简单 这么精明的一个女人 把自己装得这么无辜 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走访田青公司的销售人员 和跟她业务相关的所有人员 调查取证 从旁证的角度 来证明她主观意识上 知道自己搜集和泄露的材料 为国家秘密 其行为就是泄密行为 嗯 明白的 对了 夏淑 如果晨晨问起来 我怎么回答 你说呢 你也要泄密吗 我只能连去 我怎么回答 我只能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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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 那个下午你去看书所 看一看吧 看着了 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什么都会怎么样 其他的无可奉告 还有就是 你的眼光实在是 算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 跟你商量一下 下一步我想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呢 邀请侦监和反贪部门介入 对填清案件的证据 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判 指明取证方向 和证据要达到的证明标准 另一方面 我还想请国家安全机关和军工科研单位 尤其是社密单位 跟咱们针尖攻速反弹 做一次交流 阐明此案 对整理军工元器舰代理行业的意义 还有就是 泄密的危害后果 你这种独特的办案方式 应该算是 研讨性办案模式 算是一个创举 值得推广 以后咱们再碰着这个棘手的案子啊 都可以效仿你 拿这个案子先看看效果吧 公诉人建议 根据我国刑法第398条之规定 根据已查明的本案的事实 证据 情结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对田青做出严正判决 辩护人认为 田青不知道那些文件是收密文件 也没有主观上泄密的故意 田青作为军工电子元器舰的代理 了解在研军工项目的名称代号等信息 是属于正常业务的需要 是从事这个行业必须掌握的 这就如同卖酒的 如果连自己所卖的酒 是白酒还是红酒都搞不清楚的话 那岂不是一笑大方 有证据表明 田青提供给客户的文件上 都标有机密而来 这个怎么解释 相关客户既然要购买田青带领的元件 自然要问清他干什么用 这有什么不对吗 田青是义务向客户解释清楚 元件的性格 田青了解简单的使用用途 无可厚非 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 除了田青提供给客户 标有机密这个字样的文件复印件以外 我们还从相关人士的电脑硬盘当中 提取到了田青发给对方的 涉嫌泄密的电子邮件 第三个字는 buzz out 台湾电脑硬盘 tienen 第五个字 台湾电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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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月楼 哎呦不错嘛 鸟腔换炮啊 上车吧 免得借睡啊 还得打招呼 明白 听说你最近不是挺忙的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 早就想请你吃饭了 就是怕被你拒绝 想多了 请我吃饭还不好啊 去哪儿呀 吃什么 其实呢 今天是我生日 所以我想邀请你 去见我一些新同事 你过生日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都没准备礼物 不用 只要你能出席 就是送我最好的礼物 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去 走吧 走吧 等我吗 怎么不进办公室啊 跟着聊吧 一会儿有事了 没事聊聊给 聊什么呀 天心的事吧 这两天我一直没睡好 我们把脑里想的都是 是我们俩之前在一起 从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点点滴滴 我开心的时候 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还是爱她 按照政策人来说 我应该放弃了对吧 可是 我就过不去那个坎 我老想的是她的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为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认为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 有了全世界 但我突然觉得 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不是 我觉得 我整个世界 突然变黑了 你知道变黑是什么感觉吗 我现在特别纠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去找她 但是 我又怕找完她之后 找到的 不是我想听的 我也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还是那么爱她 就像 一个小黑天使 和一个小白天使 在打架一样 小黑天使说 你不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喜欢 小白天使说 因为她对你好 因为你对她有感觉 夏初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你确定你要问我的意见吗 我这儿 刚刚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 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提这事 你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至少代表 你拿我当姐姐看 你拿我当姐姐看呢 我就说点姐姐该说的话 从我的角度 我肯定是 不希望你跟这个女孩 再在一块 因为她过去的经历太复杂了 坦白地说 我觉得她配不上你 但是我觉得她配不上你 有用吗 或者是其他人跟你讲 你们不合适 我觉得没什么用 刚才你说那么多 都一直在表达 你就是 很想她 放不下 虽然你知道 她过去那些事 甚至 你也很气愤她骗了你 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呢 我的方式可能就是问题发生了 我意识到了 我就去解决她 然后再想以后的事 你刚才都说了 你很想去找她 然后你自己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那为什么不去呢 大家都说说心里话 然后 再来做决定 至少 给大家都有个交代吧 大龙 咱们那么多同事 你都请谁了 没有 我就请了你 实际上咱们关系最好呢 你少来啊 谁都知道你跟方局关系最好 你怎么可能不请她 她太忙了 没时间 也是 那晨晨呢 算了 你叫她她也不能来 她整天哭脏着脸 我都懒得理她了 烦死了 她就是这样子 你不高兴就写在脸上 肯定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呗 真叫你说对了 她最近和那个女朋友啊 算了 不提她了 那你就找了我一个啊 拉套 啊 嗯 我就坦白跟你说吧 我的老总啊 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就废了给我张罗这个生日会 还说一定要带女朋友 嘖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呢 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哎呀 女朋友 而且我还说一定会带女朋友的 除了认识你 我和别人女同志也不熟啊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和串一下我女朋友 给我撞撞脸 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啊 月龙 看在我们多年老同事的份上 我就答应你 不过有言在先啊 说 你要是再敢有下次 我就断绝和你的一切关系 一言为定